假设直线y还是mx加c 全个p59和q02 a part找回m和c是多少 part b找回pq的slope 留心如果这条直线的equation 整理y做subject的话 x的coefficient就是m 后面就是constant c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格式 我们就叫做slope intercept form 暂时你先听着名字 slope intercept form 我们做一做这条题目 让你感受一下 m和c分别是什么 现在就说了 我要找回m和c是多少 都是那个技术 因为你知道这条直线 穿过p和q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点 sub下去这条equation 形成新的equation 这里你问一下自己 你会先塞p下去 还是q这一点 应该就是q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个0 你代用到这个equation 就容易计些 所以我代用x等于0 y等于2 落这条equation y等于mx加c 你会觉得2 等于m乘0加c m乘0即是0 没有了 c等于2 你留心一下这个c 这个数字 算到是2 即是和yintercept的数字一样 可以吗 是会一样的 即是这个slope intercept form 后面这个constant 其实就是yintercept OK 好了 接着sub第二点 下去了 x是5 y是9 倒入这条equation 形成一条新的equation 因为c是2 我们用回它 9等于m乘5加2 暂时就未知m是有什么用 看看part b part b叫pq的slope pq的slope就是y座标相减 除于x座标相减 就是9-2除5-0 又是7 over5 和m的数字是一样的 即是说 如果你把直线的equation 整理y做subject x旁边这个coefficient 其实就是那条直线的slope OK 接着我们下一个video 就会详细介绍 什么叫做slope intercept form